2024年3月18日 星期一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我是光明AI主播 北马在最近的天气处于高温酷热 许多民众都直呼受不了 这种潜汉的季节也预料 将持续至5月份 天气太热 用水量也增加 根据宾州供水机构记录 宾城的日均用水量 比去年激增5000万公升 目前正值潜汉季节 这种高用水量也导致 宾城西南线及微南线数个地区 面临水工问题 宾城人用水有多狠 去年的每日平均用水量 为8亿7700万公升 可是在昨日用水量 则预计达到9亿2700万公升 激增5000万公升 5000万公升用水量 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这相等于3333333个 1.5公升瓶装水的水量 足足可装满20个 奥林匹克标准的游泳池 也因此 宾州供水机构 今日发文告 要求宾城人动起来 马上减少10%用水量 以避免宾州再次次旱季 陷入水荒危机 宾州供水机构 要求宾城人减少10%用水量 包括物在开住水管浇灌花园 清洁车辆或房宅 在家里和工作场所 也要明智用水 截至昨日3月17日 宾州三座主要水坝的 有效水量分别为 阿一旦水坝37.3% 直落8项水坝73.0% 和扩建后的梦光水坝89.6% 换个焦点 KK便利店可说是 目前最火热的字眼 之前因为售卖印有阿拉字眼袜子 KK便利店 吉隆坡 南湖镇 综合交通中站分店 今日正式通过展示电子告示荧幕 公开道歉和做出解释 根据电子告示荧幕内容 KK便利店除了道歉 也交代该公司 所采取的跟进行动 包括终结相关供应商 与KK便利店的合作关系 同时采取了法律行动 该公司强调 维护国内多元种族 与宗教和谐 是该公司秉持的宗旨 另外 消息说 KK便利店也会在全国使用这种模式 对外道歉和解释 另一边乡 乌清团团长阿克马表示 乌清团已向全国各地的警方报案 希望警方就KK便利店出售 印有真主字样的袜子一事 展开详细的调查 阿克马今日在脸书发文表示 截至昨日 乌清团已经在各州报案至少13次 他说 我们要求警方根据刑事法典第298 被条文展开调查 并对违法行为的商家给予严厉的处罚 已警示那些试图炒作三二一题的人士 阿克马也再次要求 KK便利店在全国881间分店挂横幅道歉 内政部副部长拿督斯里三苏安努亚 今日在国会也说 当局目前正对KK超市的管理人员和经营者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以确保含有真主字眼的袜子 不会再被售卖之市场 他说 尽管KK超市负责人已公开道歉 但内政部将就此问题持续对涉案人士展开调查 一旦罪成 相关人员可面临最高三年监禁 或罚款不超过两万令吉或两者监失 换个焦点 教育部长法利纳今日说 教育部将在新学年一年级学生入学三个月后 通过课堂评估 初步检测学生读写算的能力 并从7月开始至9月展开课程干预 以加强学生的读写算的能力 法利纳今日在部门召开特别新闻发布会时说 对一年级学生识字和算术能力的检测 旨在鉴定尚未掌握读写算能力 并需要适合其能力和学习风格的早期干预的学生 教育总监阿兹曼也说 如果学生在三个月分开上课后 仍未能掌握读写算能力 将会再延长三个月 阿兹曼说 干预班和之前的辅导班不同 因为干预班只是加强小一生的读写算能力 避免在回归到普通班级上课时 出现跟不上的问题 他说 学生如果在三个月后有改善 就会回到普通班上课 否则就会继续三个月 直到改善为止 他说 学生将使用同样的课本 当局只是在学习标准和内容标准进行整理 让老师更容易教导干预班的孩子 以便孩子够够掌握现行标准中的课程内容 光明新闻通结束前 让我们来关心之前同样闹得风风火火 咖啡店收取座位费的争议 社交媒体之前揭露 槟城有两间咖啡店贴出告示 表明将会对没点饮料的顾客征收每桌两令吉座位费 在网上炸开锅后 业者如今已不再征收这两令吉座位费 有关告示也已被撤下 根据新海来时报报道 槟州国内贸易与生活成本局主任杰根说 该局已援引2011年价格控制及反暴力法令 到这两间咖啡店调查 根据业者解释 因为很多游客进到咖啡店 是为了在等待出发到下个景点时休息 有些本地顾客也霸住座位很久 导致其他顾客没座位 因此才征收座位费 杰根说 由于这两间咖啡店都有遵从法令标价 因此当局并没有对业者采取行动 今天的光明新闻通就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线上再见